台市新闻独家报导要带您关心到 台中市西屯区朝夫路方圆200公尺之内 至少有10个收费停车场 但仪式是有标示不清引发了收费争议 日前有民众被半小时只要20元的告示牌吸引 停进去了两个多小时 缴费时却是要200元才惊绝涨价了 但是指示牌没有更新 而主管机关一查 发现这个停车场没有合法登记 将进行裁罚 台中市七七商圈餐厅卖场影城聚集 不仅如此还有商办大楼 因此停车需求大 到处都可以看到收费停车场 却疑似有标示不清引发收费争议 标示的不清楚 有陷阱 我觉得也是不合理 当时就是看到这个半小时20元指示牌才停进去 怎么也没想到出厂时要缴的费用却超过预期很多 你知道这里涨价 我知道 好像上个月吧 标示清楚会比较清楚一点这样子 写的跟实际收的不一样这样子 来到台中市朝复路方圆200公尺内 至少有10个收费停车场 全市面周边商圈和商办大楼竞争相当激烈 但无论如何 机废的标准就是要清楚告知 才能够避免争议 当市人质疑 业者根本是在坑杀老百姓 台中市管理处接获投诉 一场才发现 这个停车场根本没有合法登记 师傅也提醒民众停车前还是要先将收费规则看清楚 避免事后衍生争议 伤核包 接下来收听家门 郑路诚 台中报导 接下来收听家门到图 我们下期再见